這個題目是神奇的砝碼 首先研究動機 這個題目是從我三年級開始做的 是一個更二月四百年前的題目 有一個砝碼睡在地上 睡成四塊 後來得知這四塊砝碼 後來測得這四塊砝碼的重量就是認整數 而且可以用這四塊砝碼來秤出 一到四十磅之間認一五整數放後點的重量 問這四塊砝碼多少 我覺得 後來我們把它延伸到一支 後來我們把它延伸到一比N不得PTN 一比N不得PTN 來秤一支NK棒的砝碼的重量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 所以跟神奇的研究 研究動機名字解釋第一 一比一可測 一個K棒的砝碼睡在地上睡成I塊 如果能力用的PTN 秤出B至K棒之間的整數放物品 秤一比一可測就算等B可測 一比N可測 如果K棒的砝碼掉落地上睡得I塊 如果可以用一比N不得PTN來秤出B到K棒之間的物品 則秤一比一可測 不可測結 在一比N不可測中 K棒到NK棒直接無法測出的重量 秤為不可測結 簡稱不可測 可測結 在可測的情況下 一個K棒的砝碼睡成I塊的小砝碼 秤為可測結 研究問題 在等BK明中 K棒的砝碼分成2、3、4塊是否有結 40棒的砝碼分成4塊是否有結 在等BK明中 若I為正準數 可以幫我砝碼分成I塊是否有結 在一比N不等BK明中 若干棒的砝碼分成4塊是否有結 若干棒的砝碼分成4塊是否有結 找出不等BK明最多能測到的一比N 求出不等BK明中的不可測的110 研究過程幾方法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切是我們的研究設備及器材 研究流程 從砝碼分成2塊 用內局法從2塊以往上走出所有可能 再從從周到紀錄的一組合得可測結 再砝碼分成3塊4塊 研究三組資料的同理 研究分成1塊 猜想一般事 又屬於研究討證明一般事 以研究的原理 分析討論1比N不等B天平 討論1比2不等B天平的平均 再1比3、1比4、1比5、1比6 分析1比N不等B天平的規律 等B天平的討論 K-1研究分成1塊 很明顯符合 K-1研究分成2塊 討論後得1、1、1、2、1、3、3組結 K-1研究分成3塊 討論用研究分成3塊 即重量分別為A、B、C棒 為討論水分總部 我們假設A小於等B小於等C 解數的A、B、C表示3塊 研究分成3塊研究分成3塊 下圖是我們的可乘解 40研究分成4塊 根據前面3塊研究分成3塊研究分成 數對中A、B、B為1、1、1、2、1、3 但作者要找的是最大再次重量 所以我們用E、3、X、Y 開始討論 以列女法將40塊研究分成4塊 E、3、X、Y 各有16組結 其中E、3、9、27 為可測解其余褲合 下組是我們的可乘 使用3進步來找數據中 方法和BG有三個狀態 一個是放在左邊 再放在右邊 或者是都不放 也就是說 可以放在方法射程i塊 整處放以100為規例 這是我們的並行三進位 原來三進位是用0、1、2 現在我們的並行三進位 改成用-1、0、1 K棒法馬分成i塊的一種三進位 前 我們發現只要將法馬轉成三進位 並將二調整成3-1 就可以直接找到帶側物體 與對應法馬的關係 使用的B鍵瓶 可以秤出抑制K棒的重量 只有K不得最大級為2分之3i 的i次方-1 你現在是人的 隨便講 等一下結果 這個題目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等不等BKB 因為在我們的資料中 沒有人做出不等BKB 在等不等BKB之前 我們就要進行點示範板為例 以OA之點 OA和OB為例 假設OA和OB的實力點是M0 那上面就要放M0 使用說 你把細菇數學程式 使用法馬和代測物的重量 輸進電腦 紫色是我們的代測物 紫色是我們的代測物 黃色是法馬 後來我們將這個人的數學是 在新版作文書的第一項 第十頁 然後 後來我們把他整理 像這樣子的Excel Excel表格 但這不是完整的表格 完整的表格的新版 書名書記十八頁 一筆 接下來整理 一筆三 一筆四 一筆五 其部的BKB 討論與結論 討論 一一 我們發現了 一一一二 一一二二 一一二三 在等一筆N的BKB中 有一個等差關係 這裡是一一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 下面也發現了一樣的關係 一一一一一一二四 一一一二四